超越名眼人的進取 十歲盲童文武雙全的總統獎 這是十歲高雄五年級生 雙眼失明的鐘小妹一唱歌 唱歌樂器都難不倒塌 多才多益不輸健康的孩子 早產的鐘小妹一出生就雙眼失明 體重僅830克 跟一個巴掌搬搭 媽媽以淚洗臉 後來決定跟鐘小妹共同面對缺憾人生 我試跟她說要愛自己 對 你就要愛自己 那別人就會愛你 然而困難接種了志 鐘小妹被我時間入試園區門外 指導無全國小接納 我們有一次去書局 那就有遇到可能別的學校小朋友 就看到然後就不平一半 然後就跟同學說 看你進場就不上 我就看到說你會遇到更多 你以後可能會幾乎可能每天都遇到一個 那你每天都要哭 小學二年級後不用再靠媽媽 可以自理生活 她喜歡上體育課 也學跑步和游泳 她並沒有因為她是身心障礙的小公 我們也有視障重度這樣的孩子 她就少學了什麼 不要以為只有多才多一頂呱呱 鐘小妹在學校的成績 可是苛刻90分以上 她只有靠比較多的是聽覺 還有可能觸摸點資訊 這樣處理一個學習 是一個很陽光 受得融合力非常高的孩子 因為陽光和樂觀 鐘小妹也應付拿到 今年總統教育獎 問她以後想當什麼 所以以後想當音樂家是不是 對 雖然自己沒有雙眼 鐘小妹還是覺得自己很幸福 更適度捐髮給癌患 她希望戴上她頭髮的病人 可以感染她的快樂 地方中心 高雄報導